42. 東方日報 轉院救護車無限遲病庸等到死 2015年7月26日港民A04有救護員指處方本月中未經諮詢員方意見下, 單方面突然取消醫院轉醫院的一小時派車時限。 據悉,新措施推出第三日,即有一名年長的長期病患者在明愛醫院等候近過半小時才獲牽牌上救護車。 但當救護車抵達目的地聖母醫院,病人情況突然轉差,失去呼吸及脈搏, 救護人員須以續出即時急救並召喚增援,及將病人送回明愛醫院急証室, 但抵達明愛醫院後證實死亡,相信須召開死因停確定死因, 但事件突顯處方單方面改變政策,令轉院病人傳風險。 現時只有十二部轉院專用的救護車,羅錦洪施,有前線救護人員向本部透露, 消防處本月十四日突然取消由醫院轉醫院即第二優先接送服務。 P.2 的一小時內排車時限,令轉院病人要在場等。 據悉,以往轉院服務,向來市每中調換只負責將病人點對點, 由一間醫院送往另一間醫院,即使多於一名病人,也只送往同一目的地。 但新措施下,每轉車可能由不同醫院即送多名病人到不同醫院, 變相多長轉院時間。 一旦病人病情出現反復,風險大大增加。 推出首日,已有病人增等後兩小時才獲轉院, 苦等八十分鐘來回兩院直行至推出第三日。 不幸事件中告發生,於7月16日下午一時許,深水頓外醫院召喚救護車安排三名病人運往王大仙聖母醫院, 消防處接獲召喚後,救護車約於一小時二十分鐘後,即下午三時抵達明愛醫院。 三名病人中,一名患有慢性阻害性肺病的男長者當時已出現發燒。 當救護人員準備將病人送進聖母醫院, 據療該病人病情突然惡化,失去呼吸及密搏, 睡即時為他進行心肺復甦等治療並要求增援, 將他送回明愛醫院急症室, 淡底院後已告不辭,該名前線救護員狠批, 消防處約一早派救護車將病人送往聖母醫院, 或能在其病情轉差時在醫院獲得更好設備進行施救, 結果可能改寫,有消息人士即清, 涉事病人的死因現階段暫時無法確定, 然難以斷定病人的死亡與延遲轉院有關, 而個案或須召開死因停以查明死因, 但事件亦揭示了消防署新政策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十二部轉院白青藍滿足需求消防署發言人士, 就7月16日的一中第二優先接送服務轉院個案, 詳情因涉及病人資料,不便回應, 指稱一般而言該類病人在等候轉院期間, 仍一直在醫療機構的護理下獲妥善照顧。 消防署指現時為醫管局提供兩類轉院服務, 第一優先是病情危急病人, 消防署會將該類召喚時作緊急救護服務, 需於十二分鐘內回應, 而第二優先轉院服務, 一直以來皆無服務承諾, 但消防與醫管局之間協定, 則是以五十分鐘為工作目標。 據知,消防署現時只有十二部轉院專用的救護車, 自03年以來從未增加資源, 大部分召喚需由一般救護車處理。 過去三年,消防署每年平均處理約四萬四千二百六十宗轉院召喚, 平均每日如一百二十宗, 當中只得約兩成油轉院救護車提供服務, 靜態組。 暫플 感谢观看